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 是 不會出錯的彩妝組合懶人包 相信大家都有過這個情境 就是我今天想買彩妝 但不知道在從哪裡下手 或者是說我已經很多彩妝 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搭配色系啊 搭配妝容 今天就來解決大家的困擾 分享了三種不同風格的妝感 然後會搭配時下最流行的妝容啊色型 幫大家組合三個懶人包出來 我們這次真的是從上百樣彩妝中 然後去選出我覺得最好上手 然後上起來妝感是最和諧 然後大家也很好入手的品項 那想知道今天有哪些產品組合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 首先第一組妝容呢 就是烤奶暖菊 想到這個顏色呢 就是非常夏天有活力的感覺 甚至會有一點簡鈴的效果 代表人物呢就是有Teddy還有Pony 那我們會使用的彩妝組合有 Amimi的我愛好感直覺眼影書1號 以及Rimmel的叛逆丸色腮紅盤4號 跟L'Oreal的極致唇色定制唇膏618 好 那先來說眼影的部分呢 這次我們挑了小橘書 它就是一個橘色系眼影的代表 那這一盤呢我覺得它做得很棒 是它有分數字 所以你可以直接按照上面的數字來上妝 但我今天挑了是其中的3號4號 來做不同顏色的橘色漸層 而且我覺得它的3號是一個 蠻容易上在眼睛上會成為亮點的橘色 然後我做一個自然的漸層感 最後再用5號這個亮片色去點綴我的眼皮 所以就會讓我的眼妝比較有點層次感 然後也比較有簡鈴的效果 再來腮紅我們挑的是這個Rimmel的4號 這一顆呢真的是CP值超級無敵高 然後橫搭一盤 然後它的顏色其實比較偏向杏桃橘 就是橘調但是帶一點點奶茶色 所以我覺得蠻適合亞洲女生的膚色的 然後它上起來就是自然顯色 然後也不容易結塊 那我今天完成的腮紅比較不一樣 是半截式腮紅 最近非常流行 就是上在我的臉的中間這個區塊 然後帶一點點波浪的弧度 那其實視覺上會讓我的臉型 有種縮短的效果 那也有個簡鈴的感覺 最後唇彩用的是這支Loreal的泰奶Ole 其實泰奶色跟橘色系妝容就是一個非常搭的組合 那因為我們剛剛的眼妝跟曬紅的彩度 就是橘色系都很明顯了嘛 所以我們今天的唇彩挑的就是 在一點點土色調的橘色 讓它的飽和度低一些些 才不會你整個眼妝都是非常亮亮亮 它就有點亮亮暗 然後它會比較融合一點的感覺 那這次我上唇的方法呢 因為我想要上比較韓系的妝感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唇刷 然後用比較暈染式的妝髮 就沒有擦一個飽和唇 那我覺得視覺上看起來 那這組烤奶妝容呢 我覺得比較適合就是活潑 然後穿搭你可能比較繽紛一點的感覺 或者是說我可能喜歡韓系妝容 像我今天就特別搭了一個很橘色系的風格有沒有 你的視覺上看起來就是會比較亮眼 然後我覺得也蠻簡鈴的 但橘色系有個小重點要注意就是 它比較不適合黃皮膚 我自己會覺得這個橘色系妝容 是最適合皮膚超級白系 或是你是健康小麥膚色的上起來會非常好看 那如果你是黃皮膚又想說 然後嘗試橘色系 你可以稍微把你的橘色系的顏色彩度 降低一點點也是可以嘗試的 再來第二組妝容呢 就是煙燻玫瑰 其實想到粉色調 大家就會覺得比較浪漫啊 女人味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妝容也非常適合去約會 那代表人物呢 有李聖金還有Juice 那這次要使用的彩妝組合呢 有K-Made的完美霧面美影盤3號 還有Essence的棉花糖腮紅10號 以及LAKA的果然持久水光唇有102 眼影的部分呢用的是K-Made這個很紅的眼影盤 那其實它是做全霧面的嘛 那大家如果想要用粉色調 然後又怕有老氣感的話 其實非常適合選擇這種不要太正統的粉色 其實我們為什麼叫做煙燻玫瑰妝容 就是希望這個粉色稍微再帶一點點濁感灰色調感 那我就以這個粉色當作眼影的主色系 然後再柔和一點大地色去畫出你的眼妝 所以你的眼妝就會看起來比較有一點點深邃度 再來腮紅的部分呢 這顆Essence也是CP值非常之高 那我覺得它是很漂亮的玫瑰色 那我會建議大家這個妝容 你可以把腮紅畫成是比較這種自然圓潤感 所以我會集中在蘋果肌然後慢慢往外暈染 它就會有那種自然紅潤的好氣色 然後其實這顆我覺得也還蠻好暈染的 最後唇彩部分我們選擇是用LAKA 這次最近很紅的LAKA唇釉呢 它上起來是比較帶一點點光澤感 因為我們的眼妝腮紅都是比較霧感的嘛 所以唇彩的部分我們稍微帶一點點光澤度提亮出來 然後製造一點點水光嘟嘟唇 那唇中上髮呢 我就是會先用唇刷去刷整個唇 然後再用指腹去輕拍開來 製造這種邊緣輪廓感沒有很明顯的感覺 那煙燻玫瑰妝容其實是比較強調氛圍感為主 所以其實它不會特別強調某一個部位 你會發現眼妝腮紅跟唇彩都是整體搭配起來非常的和諧 不會某一個地方搶走別人的風采 那我覺得這個妝容很適合就是喜歡日系啊 或是比較浪漫女人風的人 第三個妝容呢就是杏仁土宗 就是大家熟知的大地色系妝容 那其實這個妝容是最沒有限制的 就是你從新手啊上班族啊學生啊各種場合都可以畫 只是說如果你想要增加點個性感的話 就可以局部去做加強 那代表人物呢有蔡依林還有Lily May Make 那這次呢我們會用的彩妝組合有 Excel的裸色深邃眼影三號 Catrice的單色腮紅060 以及Maybelline的超持久霧感液態唇膏70 好眼影的部分呢 我們推薦大家可以選擇這個Excel的裸色深邃眼影 這一顆呢基本上我覺得它就是 開架大地色系眼影的代表 然後它上手非常容易 然後也很適合新手 我之前在新手彩妝來人包也有分享過它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不容易失誤的眼影盤 那大地色系呢其實這一次我四個顏色都有上 只是說如果你擔心你上大地色系會怕髒的話 其實我自己的小技巧是 你不要畫太多深色的範圍 就你怕越髒的話就把深色的範圍縮小一點點 然後其實我覺得大地色系也蠻適合 就是有些人眼皮怕比如單眼皮啊 或是比較容易浮腫的話 其實我覺得大地色系也會有一個視覺上修容的效果 會讓你的眼睛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拋 然後它的珠光我覺得還蠻細膩的 以開架來說雖然單價高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值得入手的必備眼影盤 再來是Catrice的單色腮紅 在開架中比較少看到這麼土色的 可是我覺得它真的跟大地色系眼影非常的搭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也可以有一種腮容 腮紅兼修容的效果 所以你視覺上呢 我今天畫的是比較斜角型的 我就是從顴骨這個地方往內刷 然後你視覺上就是有種我的臉會變比較窄 然後比較修長的感覺 大家也可以學起來 那這一顆我覺得也是一個CP值高高的腮紅 最後唇彩呢 就是這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Maybelline液態唇膏 那我挑的色號是70 這一個土棕色呢 我覺得就是它薄擦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如果你想化成比較歐美 然後有點瘋唇感的話 你可以塗飽滿唇 你就會有種自然打了玻尿酸的視覺效果 那這個土色調我覺得非常適合亞洲膚色 就是不會到太土太灰難以駕馭 然後你也蠻適合就是嘗試 個性歐美妝容的人可以嘗試的唇彩 那這個杏仁土棕妝容呢 我覺得它的好處就是可以從淡妝一路到濃妝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日常的話 你就把唇色不要上那麼重 然後你的眼影的顏色就是深色的咖啡色不要上那麼多 它就會比較日常一點 那如果你說我想要比較歐美個性感的話 像我一樣 我今天就是把重點著重在唇 我把唇的那個顏色跟輪廓感上得比較重一點 然後我的眼線跟眼影也會拉得比較重 這樣視覺上開始比較酷比較帥的感覺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平常最常畫的一個妝容色系 好今天一口氣畫了三種不同風的妝容 然後也幫大家各自搭了一個彩妝組合 大家就可以直接跟著買 那最後幫大家總複習一下三個不同的妝容 首先有活力減鈴的烤奶暖菊 還有氣質溫柔的煙燻玫瑰 以及可日常可個性的杏仁土棕 你們最喜歡哪個妝容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然後別忘了想要看更多即時的穿搭美妝生活分享的話 可以到我的IG 然後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別忘了讓我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掰掰 欸那你今天最喜歡哪一個妝容 我應該會學粉紅色那個 蛤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你想跟我約會 我覺得那比較初戀的感覺 不是你第三個我每天看 就是比較沒有新鮮感 所以你膩了 你對我選嗎 所以你應該換個妝容 掰掰 感恩